这个周末假日在花莲南区可以说是音乐节大会师 高知名度的傅里香古道秋生 今年受疫情严峻考验之下 第一次实施购票入场制 结果光是线上购票股粉就超过5000多人 还有到现场买票的更是不计其数 活动负责人钟宇恩 他万分感谢股粉的全力相挺 舞台上情歌王子光良 唱着一首又一首 大家二首能详的情歌 台下股粉也跟着唱和摇摆 柔和的西谷山巒 美丽的金黄稻碎 以及热情的股粉们 这里是傅里香古道秋生 2021傅里山谷草地音乐节的现场 请让我为你尝试 为灰色的天 画一个雪梧 今年由花莉县政府指导花莉县文化局 花莉县布里乡好好农村发展协会共同主办的古道秋生 今年以歌了梅为主题 活动负责人钟宇恩说 就是用农民秋收季节最常用的问候语 期盼藉由古道秋生在疫情之下 也能够传递音乐的美好 因为今年疫情时代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其实古道秋生今年 还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很放松的氛围 所以我们从我们的主题歌了梅 也是希望用这个农民之间互相问候的语言 但是变成我们今年的主题 然后也希望可以把这个农村的这个经典 跟大家分享 然后所以歌了梅同时也是唱歌的歌歌了梅 然后希望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古道秋生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百工百业 连带农业产销也受到影响 总已传递正面能量的古道秋生 今年首度推动使用者付费采购票入场制 结果来自全国各地的股份不离不弃 热情购票入场力挺 令副理乡这一群反乡青龙万分感激 今年真的很辛苦 因为今年是我们第一年售票 那也养成各位喜欢古道秋生的朋友使用者付费 然后很开心今天有看到好多朋友还是一样支持 然后各个工部门单位也一起共襄盛举 那我觉得古道秋生会长长久久 今年走到第七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艰困的一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不过我觉得很开心的是 大家都平安挺过了这个疫情 然后大家可以相聚在东部相聚在富里的这片土地上 然后也希望没有来过的朋友未来有机会也可以来富里玩玩 富里走走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古道秋生永远欢迎大家 富里乡古道秋生今年迈入第七年 首度推行购票入场 两天的活动下来光是线上买票的股份就已经超过五千多人 还有临时到场购票的更不计其数 到场听音乐 逛市集 时野餐 现场许正卫也前往活动现场 与民众一同席地欣赏精彩的表演 共度午后休闲时光享受富里乡的美景 记者是玉兰富里乡采访报道